代谢症候群并不是指单一个疾病 它是指我们身体的某些状况 有了红字以后 我们整个的一个组合 包含我们的腰围过胖 我们的血压过高 但是又还不到高血压 还有我们的血糖超过了100 但是又还不到糖尿病 那还有我们的高密度打固醇 以及我们三酸甘油脂的异常 但是都还不到要吃药的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其实医生的介入 我们会提早第一个知道我们的数字的异常 第二个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改善 好那它的这五个异常里面 有三个异常我们就会称为代谢症候群 那怎么做呢 一样也是五个方式 五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饮食的改善 第二个就是运动 第三个就是减压 第四个就是不要抽烟 少喝酒 第五个就是欢迎来我们医院做检查 谢谢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真的需要用到药的部分 大概在大准的那个程度 才需要做这样的事 好这问题很好 其实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并不是疾病的一开始 已经到要用药的时候再来找我们 代谢症候群未来其实会发展成就是糖尿病 高血痂心脏病跟中风这些务必一定要来医院要来诊所我们这边吃药 但是在这之前的叫做代谢症候群的阶段我们会教你如何养生保养那是比吃药还更重要 谢谢 那一般准备糖尿病一般的患者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说一辈子就必须要 去现在的观念这样 好那简单的口诀就是3D一刀 低油低糖低盐高鲜 那其实吃东西是因为学问啦 我这边也只能大约跟大家讲一下 实际上我们约是有健康营养分证的是营养分证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管我们的营养分证 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跟大家调配针对你个人 因为每个吃很有个人光 吃是一个非常个人滑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营养师可以专门来帮大家调整 做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你自己的食物 好那再来就是运动 运动就是要站起来动起来 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这不是我们台湾也不是我之前一直讲的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的 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样 他认为健康的运动的量大概就是要多少 现在我们门诊整天常讲 我们都知道对标准的学压值低个是12080 那但是我们的确这几年呢 我们国际也把血压的标准值降到130 13080以下 其实我们也降低的标准 但是呢我们的治疗其实我其实很 这有点争议性啦 像有些医生他看13080以下 他一定就会开始用药 用很轻微的药 那有些人 但是如果是140 就不是一样 那我们讲一定会用药 我先说一定用药是140 就是一样一定会用药 可是130到140之间 80到90之间 其实这一个阶段 我的个人是我会跟别人讨论 我会跟别人讨论说 其实已经可以用药 我们可以用很轻的药 或者是你如果暂时因为很多病的这个阶段 他告诉他还不想吃药 那我就会说 好 那我们来努力几个月看看 我就会发给他一个血压纪录本 第一个文件 发给他的血压纪录本回家 请他每天记录 记录我大概一个月或两个礼拜左右 他回来我的证监 另外一个月或两个礼拜 我也请他做一些饮食啊 运动啊这些的控制 那如果说他因为这样 你先用控制一段时间 那他可以进步的很好 那甚至有些人真的因为这样子 就真的降到120几啊 然后70几 那跌数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再看看 再看看 但是呢再看看不是不理他喔 我就说那你说三个月四个月 甚至最久最久半年 就回我的门整理事 我会在房间重新redo 这些所有的数据 我觉得如果一旦融资太多 或是你的进步速度太慢 我还是会加上量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跟他讨论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 现在抵抵抵抗很重要 我如果开了一个药给他 他会加上不抵我 不吃丢掉 其实也是浪费 我赢我等他 我等到他心甘情愿了 原因也来到我们就是 大家彼此是一个互相合作的嘛 这个治疗就是这样子 他心甘情愿了 他也知道他证明了 他做了 他做了该做的 打不到味药 那我们就来尝试用药吧 用药他就知道用药的效果真的很好 那再来就是 是不是吃了药一百二八十 是不是还是要继续吃呢 我告诉他会继续吃 因为血压其实要稳定 其实他不 我们为什么可以叫一百二八十 就是因为他有吃药 不是 不是只是单纯你是运动 就是他可以已经 这些全部都做了 那就像我们考试一样 我们考试 你一定可能回家 你还是要写功课啊 写套数啊什么 你才能达到八九十分 那如果你少了一下 可能还是分数 会马上掉到六七十分了 所以我会告诉他 继续吃 继续吃的 就是不要停 我就是要稳定 继续吃 但是同样的 你也是要做的非常好 但我们也是会考量的东西 不要看到他 家族室里面 如果说要看他是什么状况 如果说他叫神 有些人是单纯的高血压 糖尿病啊 这些也许我们就是 赞成不重的那种 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很年轻 就已经心脏病中风了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 我可能就会 比较早就开始努力他 要自己要